今年夏天NBA的大合同真是蛮天飞啊 这其中有哪些合同超值 哪些合同属于溢价呢 今天蛋哥和兄弟们来扯一瞧 保罗乔治4年2012亿加盟76人 76人你要是被NBA得挟持了 你就眨眨眼 一个34岁的老将给这么高的合同 是不是疯了 4年后乔治都38岁了 你以为人人都是乐布朗吗 乔治上赛季的数据是 常规赛22加5加3 75赛降到19加6加4 三分病毒旅程常规赛的 41.3%降到36.7 虽然快船首轮被讨弹不能全怪乔治 但乔治也没有打出乔大军军的风采 一个小雄四和PJ黄仁顿就把他锁得没脾气 而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他在播客上说自己已经打得足够好了 所以在续越过程中没有让步 他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份顶心合同 没有夺冠只是运气不好 76人弄来乔治和恩比德马克西组成三巨头 就能和绿军抗衡了吗 我觉得很难 以乔治的年龄和表现 最多值一份3500万左右的合同 76人这多少是为乔治的名气买单了 詹姆斯2.101以虚约虎人 虎人惊吓最大的操作就是留住了詹姆斯父子 这个操作很明显 虎人已经不想争夺冠军了 安安稳稳的红号老詹 让他实现父子同台的愿望 让这段佳话轻始流明就足够了 自己也能凭借这波流量打赚一笔 想到这里 丹哥就心疼浓眉三秒 说回合同 以老詹的状态和影响力 这个合同其实不贵 而且是短约 有老詹在 那就是票房和销量的保证 从这个角度出发 这个合同给老詹肯定是不亏的 不过明年的胡人 大概率是进不了季游赛了 一旦打不进季游赛 也许下赛期结束之时 就是老詹退役值 千万可别让我说中了哈 塔图姆 古年3.15亿 续约开的人 这是NBA史上最大合同 像当年姚明和火箭签了份 五年7600万的合同 就已经是顶薪了 塔图姆能拉到军薪6000万家 差不多一年就能顶姚明五年 真尼玛夸张啊 不过更夸张的是 这个史上最大合同的title 估计明天夏天就会被取代 塔图姆这合同到底值不值 他没拿过MVP 没拿过FMVP 也没拿过得分王 但就是命好呀 今年夺冠了 正好在高位逃险 你也说不出啥毛病 一个夺冠球队的老大 或者是老1.5 球队给这样的高薪 也合亲合理 但是这笔合同一不一价 不是看现在 而是看未来 拿钱越多 责任越大 如果接下来几年 绿军拿不到冠军 那这笔合同 必定被人拿出来 说散到死 恐怕到时候 要扣上一个 一价合同的帽子了 巴恩斯 五年最高2.7亿 续约猛龙 怪怪 这是猛龙队史最高薪资啊 如果巴恩斯 能进最佳阵容 薪资能从2.27亿 涨到2.7亿 显然猛龙是对这个 23岁年轻人 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耽搁眼镯 始终没看出来 巴恩斯有什么过人之处 上赛季场均 19.9分 8.2篮板 6.1助攻 1.3场赚 1.5封干 三分命中率 34.1% 这还是在烂队 刷出来的数据 还有奎克利的 五年1.75亿 显然都是吃了 穷鬼线的福利 没办法 这些钱总是要花数据的 加上没什么球星 愿意去多伦多打球 那不如矮子里面拔将军 说不定巴恩斯过两年 真能打出来呢 小瓦格纳 五年最高2.7亿 虚约魔术 小瓦德和东 和巴恩斯一样 同属二一届的青年残军 也有最佳阵容触发条款 有兄弟说 魔术是不是人差钱多啊 这小伙儿一次全明星都没进 给这么多钱 大家可别忘了 小瓦可不是名不见经传 去年的世界杯上 他大放异彩 帮助德国队夺得冠军 其中半决赛打美国 独坎22分 力压一众美国本土球星啊 像华子啊 班凯罗啊 哈利伯顿 都可以说是他的手下败将 那从这个角度看 魔术给小瓦这个价位 可以说很公道了 他和班凯罗组成的双208组合 是魔术的其实 至于明年班凯罗的续约 那肯定是要高于小瓦这个价位 以上单哥只是抛砖引誉 另外还有比契尔3年1.5亿 留在骑士 阿努诺比5年2.15亿 续约尼克斯 哈腾3年8700万 加盟雷霆 你觉得这些合同怎么样呢 欢迎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